您好,您好,您好啊 我很好,您呢? 不错,谢谢 为什么学习俄语学习俄语? 中国学生学俄语是为了在俄罗斯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 能在一夜之间学会中文 您觉得这可能吗? 我真的 Past Fisher 我是在大学毕业后 是我本科毕业之后 然后通过了 我认为在中俄之间存在这样的交流项目 怎样的一些项目在中国和俄罗斯 对,实际上有很多计划 尤其是免责任的计划 和免责任的课程 这些计划有机会训练 在中俄罗斯的计划 以计划有机会训练的计划 如果计划有机会训练的计划 不低于Hsk4的计划 那是最难的在学习的计划 对我来说 俄罗斯最难的就是它的语法 因为俄罗斯有语 在中文中没有语这类类语法 所以中国学生学俄罗斯 说俄语的时候 特别是要把这个单子的格改变 你觉得 对俄罗斯学生 学中文最难的是什么呢? 最难的在学习的计划 对俄罗斯的计划 和摩达亚非学院 联合主席的 模拟使用 联合组织的活动上 скажи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акой тренд при выборе у китай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своей будущей профессии что они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выбирают 在中国目前 年轻人就业形式 存在三种趋势 首先是 中国有很多 毕业生他们在毕业之后 选择考公务员 第二是 有一些学生他们 选择去国外 第三是 很多年轻人也选择 例如说 自己創意什么的 谢谢 那么克ристина 请问 中国学生他们是 怎样选择自己的职业的呢 зачастую студенты выбирают один из двух факультетов либо это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либ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менеджмент на которых кстати у нас преподается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и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является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ым правом для устройства на работу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нашего института 很有意思 谢谢 对我来说 这有点难回答 因为我 还没有想好 我个人认为 现在的年轻人 更加倾向于灵活就业 因为在现在这个局势下 可能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于年轻人是不够的 所以我认为 至少对于我来说 可能拥有一个主业的同时 还会拥有一到两种副业 很好 谢谢 那么 你认为 你认为 像我这样的 懂人的学生 他们在俄罗斯 能去哪里找工作呢 我总议 有个人 学生 有这个ряд 学生 非常好 对于 有来自有所乌 表示 有所拥有的 在日本 我们给我们资制养 无论有养的 学生 で来自幼稳定的 所乱体人 罪定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 他们都具有世界上非常广阔的领土 中国和俄罗斯呢 都是联合国五个朝任理事国之一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上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所以他们的国际地位都很高 然后由于在西方制裁的影响下 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合作关系 可以说中国和俄罗斯两方都致力于 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谢谢 我认为俄罗斯学生和中国学生相比非常外似 他们很乐于发现新的东西 然后在课余的时间会去选择打工 去充实自己的生活 去实践 然后获得更多的社会经验 会之后的求职做准备 谢谢 我想问你对中国学生的印象如何 如果在两句话 就努力和努力 什么让你第一次思考 当你认为俄罗斯 明镜业